好那么下面还有点时间的话我们给下一节课开一个头 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的光的干涉 今天的讲解主要局限于在定性的一些讲解上 定量的计算呢我们下一节课来进行分析 光的干涉的话指的是振动方向一致的两束光 如果频率相同相位差很定 那么它们在相应的区域就会形成敏爱相近的条纹 这就叫做我们光的干涉 其实如果只读文字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光的干涉好像跟我们波的干涉 机械波的干涉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我们想想看 我们生活中是不是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但是貌似都没有发现过干涉条纹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敏爱相见的条纹 比如说你在房间里面只点亮两盏灯泡 完全相同的灯泡 两盏灯泡发出的光在墙壁上它也相遇了 它为什么在墙壁上就没有形成敏爱相见的条纹呢 我在房间里面点两个蜡烛是吧 它也好像光都可以收到墙壁上去 为什么在墙壁上又没有形成敏爱相见的条纹呢 无论是两个灯泡的例子 还是两个蜡烛的例子是吧 它都符合这样几个条件 首先它们的振动方向是一致的 其次它们的频率肯定也是相同的 但是有一点不对 它们的相位差不是很定的 什么意思呢 这个也从我们发光的机理出发 灯泡或者是蜡烛发出的光是什么样子的 它是这样的 比如说它发出的光 它发出的光 它不是连续的波 它不是这样连续的波 它发出光是断断续续的波 断断续续的波是什么样子的 还是这样的 比如说这是两个弯泡 射出的光呢 比如在墙上的这个点相遇了 那么它们发出的光是什么样子的呢 比如说它发出这样一个波 震动几下之后断掉了 然后又发射了一个波 断掉了 又发射了几个波 反正就没有任何规矩的发射几个波 它发出的波也是一样的 震动几下断掉了 又震动几下断掉了 又震动几下断掉了 你会发现相邻的两个波之间是没什么关系的 那就会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比如说你看 这一束波跟这一束波是干涉相长的 它在震动加强了 所以是亮条纹 但是到了这一束波它们相遇的时候 变成干涉相消了 变成暗条纹了 在后面的话又变成亮条纹 暗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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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干涉相长和干涉相交 是交替进行的 那么在屏幕上肯定没办法 稳定的形成亮条纹 或者是暗条纹吧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看不到光的干涉 是非常显然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在实验室中是怎么去实现光的干涉的呢 它是用这样的方法 叫做激光 我们有两个小孔 S1和S2 然后激光照过来之后呢 经过S1和S2两个小孔 经过S1之后呢 它会发生眼射 经过S2之后呢 它也会发生眼射 然后呢 眼射的这么一个光波 在右边的屏幕上遇到了 就可以形成闽暗相间的条纹 那为什么它可以眼射呢 因为激光它相干涉非常好 它们俩的振动频率呢 永远相同的 你在波峰我也在波峰 你在波谷我也在波谷 或者即使它们俩振动频率不一样 它们之间振动的这个也会 相位差也是很硬的吧 比如说你在波峰 我在波谷 那么下一次你在波谷的时候 我必然在波峰 是吧 它们相位差永远保持恒定的 所以就可以完成干涉 那么这个时候 同学们可能又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实验 是在一八十几年做的 一百多年了 是吧 我们这个激光是在一九六几年发明的 才五十几年 那么在激光发明之前 人们是怎么把这个实验做出来的呢 最早呢 还真的不是用激光 它用的是另外一个方法 那么是什么方法呢 是这样一个方法 是吧 它在我们这个 两个干涉的狭缝之前 又加了一个单缝 在单缝之前 我们又加了一个光源 而这个光源好像是 纳光灯 因为它的单色性比较好 纳光灯发出去的光 经过单缝之后呢 它会发生点射 眼射的光就可以进入S1 F2两个点 是吧 而这个眼射的光到了S1 F2之后呢 又会发生一次眼射 是吧 然后呢 这个眼射的光波 就可以在我们的苹果上相遇了 然后呢 相遇之后 它们就会形成干涉 是吧 就可以看到干涉的条纹 因为这两个正缘的光 或者光源的光 都是由同样一个孔出来的 所以它们其实是同一个妈妈的儿子吧 所以它们永远保持相同的相位 或者是相同的相位差 所以呢 就可以形成这么一个完美的干涉 是吧 就是最早的这么一个实验的原因 在我们的双缝之前 又加了这么一个单缝 就可以找到一个相干光源了 当然光的强度会比较弱 观测起来 稍微的难度大一点 那么这就是我们最早的这么一个实验 现在呢 已经解释了我们的实验装置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是吧 怎么找到这个相干的这么一个 能够干涉的这么一个光源的 是吧 而且呢 在右边的确可以形成一个干涉条纹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的干涉条纹 是什么样子的 干涉的亮条纹和暗条纹 分别应该在什么样一个具体的位置 干涉的条纹和哪一些参量 是有关系的 这些定量的计算呢 这节课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会放到下一节课的开头 给同学们进行讲解 是吧 那么讲解的难度呢 会比较大 因为你们涉及到一些 数学上的估算 同学们 要做好准备哦 我们下节课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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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